花蚊子来到中国不到50年 但人们已经无法乘凉 眼看天气转热 凡人的蚊子潮又卷土重来了 素有蚊子战神之称的花蚊子 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它们不仅攻击性更强 连毒性也比普通蚊子高出很多 然而花蚊子其实并不是我国本来就有的 而是从国外传来的 那么它究竟是从哪里不远万里前来投毒的呢 嗨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花蚊子的前世今生 花蚊子又叫白蚊衣蚊 因为身上以及只脚上均分布有黑白相间的花蚊 故而得名花蚊子 普通的蚊子颜色较浅 且分布均匀 多为灰色 花蚊子的外表第一眼就让人觉得来者不善 就像毒蛇里的银环 它的体型比一般蚊子大 危害也比一般的蚊子大得多 花蚊子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并不高 它作为半家妻的蚊种 可滋生于多种环境 比如住房周围的花草丛 水池 甚至是室内的客厅 卧室 这无疑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影响 炎热的夏季 普通蚊子怕日光多于晚上出动 而花蚊子不仅晚上出动 白天也不落下 甚至在白天更为活跃 特别是在潮湿的地方 可以说是花蚊子的大本营 原本树荫 凉亭 水塘边 是人们乘凉避暑的好去处 但自从被可恶的花蚊子霸占以后 在屋外乘凉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花蚊子比一般蚊子的体型大 毒性也比一般蚊子要强 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飞行急转弯能力强 粗壮的口气可以轻松刺穿皮肤 被花蚊子叮咬后 会立刻长出一个大红包 不仅痛 而且比一般的蚊子包更加搔痒难忍 严重的还会引起感染 花蚊子最大的危害还是疾病的传播 它可以将病毒粘在口气上四处传播 比如登革热 赛卡病毒 激孔肯亚热 黄热病等等数十种疾病的流行 它们可谓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登革热病毒就是专门通过蚊子 尤其是花蚊子传播的 蚊子通过叮咬已经患有登革热的患者携带病毒 然后再叮咬健康的人 就会造成其他人感染 截至2014年 仅我国报告的登革热病例 就高达27219例 并且造成多人死亡 好在钟南山院士曾说过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蚊虫传播 否则它们恐怕真的要成为人类的劲敌了 那么如此可怕的花蚊子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它们又为何来到了中国 本来根据中国的气候和地理条件 是不应该长出毒性那么强的蚊子的 而花蚊子的种种习性 也说明它并非是中国的原有物种 花蚊子原产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 入侵中国短短50年 就已遍布全国各地 关于花蚊子为什么要来到中国 主要有以下三种猜想 第一种可能是花蚊子的自发迁移 花蚊子洗湿热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适合花蚊子 繁衍的栖息地 离东南亚热带雨林不远的中国温度适宜 水源丰富 花蚊子很快被吸引到这里 物尽天则适者生存 花蚊子来到中国后 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并且迅速繁衍生息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种群 第二种是随动物的迁徙而来的 根据研究统计 野外花蚊子的血液中 有64%的部分是哺乳动物的血 还有17%是鸟类的血 哺乳动物和鸟类 是花蚊子最主要的吸血对象 再加上一些动物有迁徙的习径 尤其是很多候鸟 所以花蚊子附在它们身上 随着它们的迁徙来到中国 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种可能是通过进口货物的运输 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 与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之间 存在着商业贸易往来 各种货物通过轮船 火车 甚至是飞机等交通工具 运往世界各地 花蚊子随着这些物资 一起被运送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 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 我国会大量进口东南亚的 热带水果和木材等产品 曾经在江苏连云港的木材中 就曾发现一条偷渡的眼镜王蛇 所以花蚊子隐藏在其中偷渡到来 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上三种观点中 可能性最大的也是第三种 因为通过研究发现 花蚊子这一物种不仅遍布于亚洲地区 还蔓延到了非洲 美洲 甚至澳洲 它能从东南亚飞到不远的中国 可能还有人性 但你要说它凭借小小的翅膀 横跨太平洋 就有点无稽之谈 难以让人幸福了 而现代跨国交通运输的繁荣 也恰好就是这50年时间 与花蚊子的传播时间一致 花蚊子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将花蚊子全部消灭呢 专家学者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花蚊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 产卵数量之多 孵卵速度之快 只要是在湿热的地方 三到五天就可以孵化出一批新的花蚊子幼虫 所以我们很难将其赶尽杀绝彻底消灭 那我们该如何来对付这些可恶的花蚊子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及时清除家里瓶瓶罐罐中多余的水 多安装一些纱窗 纱帘来防蚊 在家里可以养上几盆有驱蚊作用的绿植 比如薄荷薰衣草等 被叮咬后 一定不要使劲抓脑伤口 避免抓破感染 可以涂抹清凉油等药品 如果出现发烧等严重症状 应该及时就医 在野外应该避开水塘和水沟等潮湿的地方 注意避免穿深色的衣服 因为深色的衣服比浅色的衣服更加招蚊子 当然啊 想要消灭花蚊子 不是我们平时偶尔拍死两只就可以的 必须使用基因工程 由中山大学组建的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核技术研发中心的科学家们 将核技术应用在了灭蚊子上 用核技术来灭蚊子 听起来好像有点大炮打虫子的感觉 不可思议 其实这种方法是使用射线浮照 来破坏雄性花蚊子的生育能力 再将这些不遇雄蚊 释放到野外 与野生雌蚊交配 使雌蚊没有子带 减少了蚊子数量 从而达到了降低蚊媒并发病率的效果 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吴忠道介绍说 与传统虫媒防治方法相比 这种做法不会产生化学污染 杀蚊选择性强 不获及其他有益生物或害虫天敌 并且不会诱导蚊子产生抗药性 防治效果持久 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在一个区域内 根除特定蚊虫 达到控制疾病传播目标的 现代生物防治技术 不过对于使用基因工程面蚊 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 因为很多人担心不稳定的基因 会不会孕育出比花蚊子更加强大的超级蚊子 到那时我们又该如何应付呢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